中国文化历来是亚洲文化的中心 多少年来对东亚各国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特别是中国的古典民族 尤其是对日本韩国以及东亚电局的国家文学爱好者 以及小说爱好者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今天大叔就来给大家聊一聊 在日本当今非常火的中国民族 水浒传全个有用 水浒传 水浒传走进日本 给日本的文艺创作提供了来源灵感 大叔补充一个冷门小知识 折天正美创作的圣斗士新史中的108名斗士 就是深受水浒传100丹巴这样的影响 象征着水浒传在日本形成出来的特色产品 又以另一种形式和渠道走向了世界 可见水浒传在中日文化交流 乃至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扬方面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到了近代 近两年日本最有名的小说家 吉川英志和北方青山 以及漫画家恒山光辉等人 他们都是以历史小说成名的 他们以水浒传为原型创作的作品 1973年日本就根据漫画家 恒山光辉创作的水浒传漫画为体材 推出了水浒传的电视剧 水浒传更加生动的走进了日本人的娱乐生活 水浒传在中国出版以后 在江户时代传入了日本 从1728年开始到19世纪初 水浒传开始在明年出现了广泛的翻译版本 截止到1978年 水浒传在日本译本共达33种之多 这也体现了水浒传在日本市场的中国古代文哲史上 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可见日本人对他爱的深层 可以说水浒传和中国名著西游记 还有其他名著 都是日本当时民间当中 加户欲晓的小说及演出作品 日本的官方以及日本的读者们 对水浒传的剧情非常喜欢 也非常崇拜水浒传里所构写的人物 在日本水浒传西游记 红楼梦三国演绎 对中国四大名著研究是每个日本文学者 包括日本汉文学习者 作为最基础的一个历史资料 从而进行学习 而且在1757年的日本第一部研究水浒传的专著 《中义水浒传》 其内容也对水浒传进行了解释 除了在文学方面 水浒传也是当时日本了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个史料 他们将玉力跋扈 道德腐败的情况描写得逼真可观 日本把水浒传放到了当时的中国奉建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下来 检视从而揭示和残发了水浒传的社会文化学民族学文化哲学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有日本学者认为 水浒传可以用来研究中国国民性及风俗 类似水浒传这样具备中华民族特色的小说 能够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 然而时代和社会的发展水浒传在日本 形成出了很多版本的艺术方式 特别是在全世界最著名的日本传统绘画服饰会大师 格式北斋他在创作 服饰会的过程中通过把大量的水浒传以及三国演绎 在内的中国传统人物绘制了大量的插图 制成绘本西游记 星边水浒传等格式北斋插画师 参与制作的插画本的登场 借通俗易懂的插画绘制成服饰会 改制成了服饰会小说 一下子将水浒传推荐了民间热潮 成为至今日本民间老虎 造男女喜爱的服饰会漫画作品 不仅在传扬日本传统艺术形式上 做出的就当空下 同时还推进了中日两国的民间文化交流 另一位最著名的服饰会大师 格川博芳 1827年开始创作 根据水浒传中的108个梁山好患人物 性格生动的描绘 撞造出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肖像 威武反腐 细腻浓烈 诗诗入扣 格外受人欢迎留下大量鬼怪话 风格反腐形象生动 在当时的日本引爆了水浒传的风潮 之后这些服饰会的作品 卖到了欧洲之后 对欧洲的艺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格式 北斋 还是歌川国方 这些绘画大师们 他们对人物的描写心理 这种特色不仅深深的受到日本人的喜欢 也吸引了近代好多中国艺术家的注目 从日本的这些服饰会大师当中也学习了一些东西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都影响了周边祝国 从传统文化到诗词歌赋 广泛受到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代表性 书籍四大名著也深受日本人的喜爱 像这样 随狐站在日本形成出特色产品 又以另一种渠道走向世界 可见随狐站在中日文化交流 乃至中国文化向世界传扬方面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